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Edwin 多謝你分析一下美國大選的情況 我們大家都知道賀錦麗將會出選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想請問你出選的機會大不大 我自己覺得會看低一點 始終選舉的事情很難說 現在還有三個多月 變數一定有 始終我會看低它半線 首先我們可以留意到幾件事 第一 換了拜登之後 民主黨的氣氛有些變化 變回正面一些 主要的全國性的鋪都顯示 拉近了 不是參奧員或者是refin margin 不過我們有幾件事要留意 其實決定美國大選的 就勝負 就不是補選票 是選舉人票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一堆七個關鍵州 大家都熟悉的 譬如愛我 賓夕法尼亞等等 一堆七個關鍵州 特朗普仍然有明顯的優勢 普選票方面 哈里斯就追上來 基本上有機會邀近 但是關鍵州那邊 似乎形勢不是這樣 而我們都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當年 其拉利2016年的時候 都是贏普選票 輸選舉人票的 特朗普在七個游里州那邊 整體來說 他的形勢都是在上風 原因是因為過去可能是比較支持民主黨 但是近些十零八載 基本上都已經開始變紅 那裡的經濟不特別好 或者是一些藍領工人向下流的問題 其實一直持續沒有改善過 特朗普在這些州有把握 覺得哈里斯最大的 他能不能夠去追 都始終是要提回這些州 其實重點就是看這些普選票 和選舉人票 不是外在的氣氛 現在氣氛就吹得很好 另外我想問你的問題 你覺得他會選哪一個副手跟他拍檔呢? 現在大家就是在說Kelly 但Kelly最大的好處就是 就是說他本身是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 一直以來哈里斯最大的弱點 就是被人說他在這個移民問題上搞不定 如果找了Kelly幫他補這個不足 因為Kelly本身是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 那麼他在這個問題上 他基本上可能是民主黨裡面 比較強硬或者比較另類的一個 就是少數一點的一個 阻止移民上的立場 會幫到哈里斯去補他那個形象上的不足 因為特朗普會集中在這一點裡攻擊他 因為一直以來那些民意調查都顯示 immigration問題 是這家美國人其中一個最關心的議題 是否幫得到他扭轉亞利桑那州 這家人估計的鋪其實都在拿著6、7個百分點 是否真的幫他扭轉多人洗呢? 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比較熱門的人選 就是在賀皮奧是賓赤法尼亞的參議員 賓赤法尼亞近很多的 其實這個又是另一個關鍵游泥州 Harris和Trump很少的 如果找賀皮奧會不會幫他拿回這個關鍵游泥州呢? 大家都真的有些人是覺得有機會的 聽你這樣說就是外面的氣氛好像很扭轉了局勢 但如果你真的細心分析看這些資料 看那些選票 那些游泥州的人的什麼反應 可能其實都差不多 另外又想問一下你 這次的美國選舉 有些什麼值得你覺得有留意 是有看頭的呢? 我們討論的都是一些民意調查 或者是整體的大勢 那個trend 但是呢 始終我都說一句 形勢會變 即是有一些選舉形勢的 會有flaturation的 會有上落 很簡單你會知道 當去到每一次去到 那些全國的代表大會之後 民調一定會升 還有我都說過 33個半月總是有很多變化 但是其實要拿回這次選舉的核心 選舉的核心 的真意是什麼? 就是經濟問題 現在好幾個issues 剛才我講的移民問題 墮胎問題 但是其實這些問題背後 其實都有牽涉到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問題 移民問題當然就是搶飯碗 移民問題他們會關心 因為他們在登深治安 但是其實為什麼會關心治安 又或者是經濟問題呢? 因為怕被人搶飯碗 也都怕那幫人找不到吃就搶 其實是一個經濟問題 墮胎問題 主要是一個性形勢問題 最強烈要求有墮胎權的人 可能就是一些低下階層類性 因為他們沒有遷向子女 所以其實全部都是 那個問題是核心的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表面上近這幾年 這個故事很棒 都叫做整體不錯 剛剛最新的經濟問題 都成年有2%多 但是其實幫不了那些 中下階層的人 其實因為過去的通脹 各方面的形勢 新計的艱難程度 是真的高了 所以你反過來想 其實Harris最大的包含是 他是現階政府 他就是現階政府副總統 他approved rate是很低的 就算在這次選舉之前 他們兩位拜登和賀錦麗 他們那個disapproved rate 基本上是至少有四五成 而approved rate不夠四成 其實在這個狀態之下去選 其實已經是很舒適 特朗普有很多大量的弱點 又或者很分化這個人 但是他就是有方法 令到人覺得 對他有搞經濟搞移民有信心 這個呢 在整體來說 為什麼 不要你這陣子 一些民調上的短暫的上落 特朗普始終會有他的 上風聲音 就是因為在這方面 提供了一些民調的 就是要留意到 特朗普在這方面的優勢 即是說 其實還有距離 大選還有三個月 其實民調都是擺來擺去 都是要看那幾個因素 就是普選票 選舉人票 還有解不解決到一些 實質民生的問題來經濟 這樣才可以到最後 出到一個結果 是可以這樣說 好啊 謝謝你Edwin